截至2022年5月16日24时,经市集共中心评估,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,通州区1地、房山区5地调整风险等级如下。 房山区、拱臣街道、世茂维拉社区、琉璃河镇祖村、石楼镇、石楼村近14天各累计报告2例本土确诊病例,近日起由低风险地区升级为中风险地区。 房山区、斗电镇、宇庄村近14天累计报告4例本土确诊病例,长阳镇、加州水郡东区社区金桥国际公寓近14天累计报告3例本土确诊病例,近日起由高风险地区降为中风险地区。 通州区、通州区、新华街道、盛业、家园社区近14天累计报告1例本土确诊病例,近日起由中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,截至目前全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7个、中风险地区29个。